最近我们这里已经都解封了 应该是完全放开的吧 听说现在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染性虽然还很高 但致死率没那么高了 所以呢大部分场合已经不需要核酸阴性证明了 这会儿呢趁着孩子睡着了 我就想去银行那办点业务 大老远的呢就看到银行居然没有开门 想了一下今天呢也不是周六周日啊 难道是还没到上班的时间吗 结果呢我凑近一看 这上面明明写的是个人业务办理时间 周一到周六九点到十七点 只有周日不办理 那不知道为什么没开门 你们看 然后这边的公告栏里边贴了一个停业公告 上面写的是2022年12月5日不对外营业 可是已经超过12月5日了呀 下面有联系电话 于是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下 对方的工作人员说 他们不开门是因为疫情被封在家里了 那我就很不解 现在不是都解封了吗 怎么会被封在家里呢 于是呢我就去了附近的另外一个营业点 到那以后我就问了一下那的工作人员 我说为什么其他网点都停业了呢 那个保安大叔对我笑笑 然后我没有说话 后来又对我说 停业的网点呢是在进行维修 这怎么双方的说法不一样啊 这银行为什么要停业呢 大家知道吗 保定农商银行银行都关门了 停止办公 没有办法受大环境影响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 这条马路是保定市的御华路 中国邮政同样也是关门休息 今天准备来信用社办点业务 但是你看这人 现在都中午了 还有这么多人 现在是非常时期 这个业务都在外面排队 拿号排队 然后一个一个的进去 你看这个小伙子手里拿着号 大家都戴着口罩 这个防护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这样有利于自己 也利于他人 来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这门口有一个登记拿号的工作人员 把不着把不着 下午 咋样都多了 等到点 把不着 我们不发口 我们没赢 你想想一定耐到不着 我们已经发了 被发口罩出了 那也不要跟发不外 我们发了其他都一样 我们现在打货 我们自己说想要砍击码 去把他把他套路 在那边回来 那我付给他 你已经给够了 那一等药都算 大家都在焦急着等待办理业务 你们那里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呃 微信里的钱也都花光了 行自来取个钱吧 呃 是盆折 盆折 然后完了以后呢 呃 关门了 那说是 现在应该是12个时候 12个时候是开门的 结果也是关门 完了以后呢 咱又不是卡 是折 呃 之前那个费用卡里的钱也都发明了 然后行自来取点 取点现金 结果取不了了 现在呢 所有的网络都关闭 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疫情 那没办法 然后看看 还有别的方法 看这么大岁数人了 每天来这开点工资 昨天排到今天 排队就没号 这么多人排队 老人在外面等着 你看他里面就一个办公的 中国银行啊 也没开把自动期管机都不开了 这是啥 玩了子 嗯 已经解锋了 是银行 自动期管机也没钱 也不营业 实际上是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了 现在好多商场超市也都开出了 但是现在银行需要关注 国际城 别的地方不知道 国际城这边的工商 农业 建设 这些银行都关注不是 都不关业 大家告知一条 解锋了 各大银行营业网点 已开始售理业务 现在业务办理 非常烦 由于伴侣业务人员叫做 银行营业大职 无怕能进入 采取室外排队 现有财号 再测完贯门 登记业务类型 身份证换 联系方子后 但时间先后 派发号码 叫号 看到这么多人 还是等几钱再过来吧 这个通知长给抢面 你说他这下他抢了不 哎呀 半卡到中飞机 这非要叫本人来 现在我去银行解冻 我的那个银行卡 如果不解冻的话 我就没办法用了 我现在才从银行回来 大家知道我在银行 待个多久吗 我是从三点多钟 一直待到七点多钟 然后我的银行卡 并没有解冻 我的银行卡 不但没有解冻 反而被限额了 我以前就是 每天的那个交易是 多少钱来着 是五万吧 每天的那个交易是五万 然后现在呢 被限制为三千了 然后我的银行卡 并没有解冻 我之前以为 像我这种情况 就是个人的银行卡 被冻结的这种情况很少 谁知道我到了银行之后 我才发现 好多人的银行卡 都被冻结了 今天下午 那个大厅办理业务的 8%都是因为银行卡被冻结 然后来解冻的